大家好,我是Steven 那么在这节课中呢 我们就来看看我花了一点时间写的这样一个原代码 当然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怎么发挥还是看大家自己 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服务器的原文件有哪些 我们一个网络程序开始呢 首先我们把服务器写好 然后再写客户端的Socon套截字编程的部分 然后呢 等这一个网络通信 就是我发一个数据 服务器能收到之后呢 再开始继续往下写 首先我们的服务器 我把它分为了几个模块 第一个是我们的log log信息部分 也就是打印部分 然后是我们的网络部分 比如说创建套截字啊 比如说 eepor论询啊 然后我们的主要部分呢 主要协议实现 以及一些其他的处理 都在我们的server这个文件里面 man只是引导我们去一步一步的执行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server的原代码 从man函数开始对吧 那么只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服务器初始化 包括一些配置文件啊 包括一些我们的套截字的初始化啊 等等等等 包括我们现成的创建啊 这些初始化都在这里面 然后就进入我们的eepor里面的轮询 那么首先一个网络程序开始对吧 首先就是创建我们的套截字 那么我们的套截字在哪里创建的呢 我们来看这里 这是我们tcp的套截字创建 这个编程模型 我们把它封装成了一个函数 这个在我们之前已经讲到对吧 那么当服务器进入了我们的这个eepor里面呢 首先创建我的eepor 创建我的套截字啊 然后设置我的套截字为非阻塞模式 然后eepor增加事件 这样呢我们都把它封装成了函数 封装成函数之后呢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们代码的框架 然后eepor wait 错误的处理 接下来就是增加客户端啊 然后我们的数据处理 这样呢这样一看呢 我们的整个框架就比较清晰了 当有新的客户端来我们创建 当有新的数据来我们处理 当我们这个部分写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写客户端啊 那连接来发送数据 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模块 配置文件第二个对吧 好那我们来看看配置文件 那我配置文件首先就是初始化我们的这个count 就是用户账户 然后 然后去读取配置文件是吧 一步一步的解析出来 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念表里面去 插入节点 然后这里面呢有我们的nist的一个操作函数 通过几个函数呢 我们可以增判改查 对吧 那么当我们的配置文件写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协议实现的部分 对吧 第一个是用户认证 然后一些系统命令 然后用户命令 然后心跳的一些处理 那么在写这些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来的就是我们的日志 因为我们每一个错误处理 都要把它发送到日志里面去 那么来简单看一下我们的日志 就是这个manlog 通过这里面 每次调用这个manlog呢 来打印我们的信息 通过我们的级别 来去控制哪些信息打印 我们会把 每一个打印信息 设置一些级别 那么当软件发布之后呢 有些log信息就可以没必要打印出来 有些log信息就要打印出来 那么就是这样 对每一个不同的log呢 我们可以通过打印到标准输出 这里我们是标准输出 或者是打印到我们的log文件 那么这样一个log 打印我们的原始数据 经常我们调试 用户数据报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需要把每一个字节的数据 打印出来 然后去分析 我这样解析是不是对的 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接口函数 然后定义我们的级别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log日志 然后就是协议实现 那么来看看我们的 用户认证 他的协议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我们从哪里看起呢 我们从数据处理开始看起 当我有了一个数据之后 当我收到一个数据 首先我判断他是不是要增加客户端 如果是增加客户端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函数怎么实现 增加客户端呢 accept 然后分配内存 我们将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信息呢 存到我们的这个EPO的这样一个指针里面去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PTR呢 这就告诉我们 当每一个事件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指针 对我们的客户端进行处理 我们的客户端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那么这是我们客户端的管理 那么客户端的管理呢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部分 我们要去维护他的状态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用了一个全局变量 用这样一个全局变量去管理我们的客户端 我们的服务器端的客户端在这里 用这个成员去管理 那么这就可以看出一条主线 一个是我们的EPO 它每次处理的客户端是哪些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服务器端 需要管理在线状态 通过一个全局变量 通过一个全局变量链表 去管理我们的客户端 这样呢 每个当每个客户端有数据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处理他的数据 这个全局变量呢 是在我们最开始写软件的时候 就需要构思好 我们这个全局变量需要管理哪些东西 然后我们的数据 怎么去处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数据处理 那么如果这里来的不是新增加的客户端 而是数据呢 我们就会传到这里面来去读取数据 然后相应的错误处理 然后如果客户端离开呢 我们就需要去删除 去释放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资源 在这个链表里面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原始数据 然后再去解析 那么注意这里解析呢 就是我们的主要的协议的解析部分 通常呢我们把这个客户端的数据读上来之后呢 我们会把它存到 connect这个buffer里面 我们回来看看 好当我们把数据存到这个buffer里面去了之后呢 我们是怎么读的 看到啊 我们在客户端的这样一个指针结构里面 可以直接有缓冲区 这样呢 这就解释了我们之前 为什么直接在增加EPO事件的时候呢 直接把 在增加EPO事件的时候呢 把指针传进去 而不是直接只传这样 只传这样一个套节字 那我们这里的接口呢 已经写好了 也已经写 也已经写好的 好我们现在回来 那么有可能我们一次数据还读不完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的长度给记录下来 每次把数据都读到后面去 也就是放到我们这个缓冲区整个数据 对吧 这在之前我们已经讲到了 好的 现在来解析我们的数据 那么首先是头部 我们只需要用一个指针 去对缓冲区进行强制转换 然后通过这个指针就可以去获取 那么在最开始 我们编写的时候 可能需要打印很多log 桥是很多东西 比如说 我首先从登录验证开始写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登录验证的接口写好 通过我们的type判断 如果是log 那我们如果是log 那我们就进去 然后通过同样的方式 就这样解析 一层一层的解析 然后去找到验证 然后把我们的结果配置好了之后 如果验证失败 那么验证失败的原因 如果成功 那么改变我们的客户端的状态 是吧 然后再发送一个回应 那么这个回应呢 不同的协议 不同的协议类型 它需要回应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要给他回应一个logan的登录信息 那我们就在这前面给他传递这样一个type 把我们的结果长度给写进去 传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客户端的缓冲序清零 那么看看 他的一个回应呢 其实就是给他增加一个common的一个头部 然后把这个数据发送出去 那么我们的协议呢 其实就是一个头部 加另外一个头部 然后再加另外一个头部 层层的解析 层层的风包 就这么一个过程 这就是我们userlogan 里面有usertype 然后username userpassword 就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对于协议 它的解析 它的风包 难度不大 但是它的业务类型比较多 所以工作量会显得比较大一些 然后我们来看看客户端怎么发送的 客户端的流程也是比较EZ的 连接到服务器 当然这里的参数需要注意 因为我在mini行里面直接输入的 第一个是IP 第二个就是端口号 所以我在这里直接把IP和端口号传进去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里我们首先得需要去check我们的IP 它是不是一个点分实境制的IP check我们的端口号 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端口号 这个在前面 那么在这里呢我是没有写的 这些东西呢都要靠大家自己去补充上去 然后就是我们的登录 当我们登录完成了之后呢 再去执行下面的 那我们的登录干了什么 登录就是把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发送到我们的服务器端 对吧 那么在那儿读 读完了之后呢 就把它放到我们的password 放到我们的name这个结构里面 然后 就是我们的长度 我们的type 我们的公共的头部 logan type 表示我这是登录信息 对吧 那么然后发送回去 发送回去之后呢 我就等待在这里接收我的数据 那么注意 我有可能接收到其他的数据 所以我要去检测一下这个数据 是不是我想要的数据 所以接收完了之后呢 我要对它进行一个解析 来分析我的结果 同样的 我客户端也需要定义这样一个结构变量 表示是哪些结果 我第一个result 然后是如果失败 是哪些失败的原因 对吧 然后告诉你 我这个回应的 缓冲器里面存放了多少数据 然后如果登录成功 我就改变它的nogo状态 把我的这个客户端的账号 存放到一个全新变量里面 那当我们登录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创建线程 创建线程 发送新跳包到服务器 然后打印我们的这个提示信息 然后就是cnect 每次来都是处理result 这个框架是比较简单的 so easy对吧 那么在客户端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没有太多要讲的 就是去处理每一个结构里面不同的值 是吧 这就是我们协议的部分 那么通常在一个网络程序中呢 我们的协议定义可能有很多很多个 也就是业务量会比较大一些 代码量比较大 那么这是我们的logan 然后是我们执行的系统命令 那我们的系统命令实现是怎样的呢 同样的去解析我们的这个系统的命令是什么 然后通过popen去打开一个文件描述符 如果它有多行呢 它的 它打印的标准输出的有多行 也就是打印到这个 文件指针的有多行呢 我们就通过一行一行的把它读出来 那么有些比如说cd到某一个目录 比如说Touch创建一个文件 这些命令它是没有返回结果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创建一个文件Touch 它是没有返回的 所以我们要对这些命令一个怎样的处理呢 如果这里没有读到数据 我们用一个fnag来表示 如果没有读到呢 那么就会发送一个 那么就会发送一个end的这样一个 reason过去 所以呢我们要在客户端对这个reason进行 特殊的处理 然后发送一个reason 那么如果这里的数据 它的长度已经不足以 已经大于我们这个缓冲区的长度了之后呢 我现在这个缓冲区定义的是1000 如果大于这个缓冲区的长度了呢 那我们就需要先将这部分数据发送到客户端 然后再继续发送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逻辑过程 那如果是用户命令呢 我们怎样实现 像这里如果是help的话 那我就会把把help这个全球变量里面的数据呢 给它发送回去 那么这里呢 这个协议的实现部分呢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点破了 非常简单 so easy 没点破可能有一层迷雾 挡着你 然后我们的心跳 心跳我们是客户端主动发送模式 也就是说当我的客户端发送了一个心跳包过来 那我怎么处理 还是从这里进来 当发送一个心跳包 那我就去读取它的数据 然后去设置上次 就是去设置我当前收到心跳包之后的时间 那么这个有什么用呢 这就给我们心跳检测的线程去判断 是不是超时了 然后我会给客户端去发送一个回应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无法从我们的eppo那个指针里面去找到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链表去管理我们的客户端 然后去管理我们的状态 这就是那个全局全局结构 它存在的意义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去设置我们上次的时间 去管理它的状态 然后我们的心跳 处理的线程在哪里呢 这个线程 那当我们启动这个线程之后 我们会每隔12秒的时间去便利我们的所有的客户端 看它是否超时 也就是获取我当前的时间 去对比它上次收到心跳包的时间是多少 如果是20秒 如果小于20秒 那么我不管它 如果大于20秒呢 如果大于20秒呢 我们就去踢除 那么就去踢除这个client 踢除呢 第一个首先从我们的eppo的这个事件里面去踢出 然后一个呢 就是从我们的全局结构里面 客户端管理念表面里面去基础 然后关闭这个套件子 那么现在呢 梳理一下整个过程 首先我把我的服务器写好了 在eppo这里创建好了 然后呢 我去增加新的客户端 这样新的客户端应该怎么增加 Accept 对吧 好我写到了这里 我先不管增加到全局变量里面的事情 因为当我代码写到了一定的地方之后呢 我才需要管理 当然你也可以从顶层往下写 当把一个结构写好之后 我们管理也写好了 那我们当然知道在哪些地方进行管理 是吧 那我们可以直接首先就在这里写好 如果你思路清晰的话 当然很多人 就是想到哪写到哪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通常在项目中呢 我们会把整个软件的框架设计好了之后呢 该怎么管理 该怎么去设计 去管理好了之后呢 会把每一个函数里面需要实现内容 去把每个函数的名字写出来 然后这个部分的函数 它执行什么 那个部分的函数 它又执行什么功能 分层的 分层的函数框架 然后再由不同的人员去实现相应的功能 那么其实这个服务器呢 是比较简单 但是它已经囊括了网络编程中的很多东西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基本上就把网络基础编程部分 加上一个简单的项目呢 把它讲完了 原代码呢 我会上传到网上 然后供大家下载参考 谢谢大家